到了第二日 等广平王看完张氏所写的奏本后 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张氏却是满脸轻松 殿下只管把我这奏本 往皇上跟前地把 爵位 与我不过是锦上添花 没有也不打紧 我们母子祖孙 从来就没打过那东西的主意 广平王深吸一口气 站起身郑重地向张氏行了一力 张氏盲道 殿下何至于此 快快请起 广平王却摇头道 我要向老夫人请罪 昨日我说了许多话 事实上还有一件事 是瞒着老夫人的 当时只想着老夫人 不一定能明白 只需要知道事情轻重就好 没想到老夫人 却有这等的决断 却是我小看了您老人家 张氏面露叉色 殿下有事情瞒着我 不知是什么事 广平王叹道 哎 昨日我说的话 多少有些危言耸听了 事实上 太祖皇帝在时 曾亲口教导过儿孙们一句俗语 秀才造反 三年不成 若有人想造反 必须得有亲信可靠的军队 做后盾 建南侯府 固然因赵老郡公之故 在军中威望颇高 因此被盈王看重 但赵炯父子 又不曾领兵出战 求赵老郡公的旧部 办点小事还可以 涉及谋逆 神家又不是傻子 怎会答应 张氏不解 那殿下昨日为何那样说 我并非有意隐瞒 光平王坦然道 只是不想让您知道太多的内情 怕您难过罢了 不瞒您说 投靠了盈王的 只怕不仅仅是几个文官 军中也是有人的 地位还不低 不过 是怕被千夫所指 也想要拉拢更多的人 才需要建南侯府的名望 张氏立刻就猜到了他想说的话 脸色苍白起来 那人 莫非是郡公爷的旧部吗 广平王没有给出肯定的回答 事实上 我也不清楚 甚至还不知道被拉拢过去的 究竟有多少人 都担当何职 但有一事可以肯定 盈王素来聪明 若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 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可他在建南侯府之事上 表现得如此诡异 甚至不顾田尚书的名声 让田尚书说出那等荒谬的话 丝毫不顾后果 必定有他的缘故 张氏对他的话半信半疑 总觉得他其实清楚 是哪些人涉嫌投靠了盈王 只不过是不欲泄密而已 为什么 是怕他会念及往日情分 在书信里提及打草惊蛇吗 他叹了口气 他虽是内宅妇人 却也知道事情轻重 怎会这样做呢 他对广平王说道 朝堂上的事我不懂 自有皇上殿下 与朝中诸公费心 至于投靠了盈王的郡公爷救部 不管是哪一位 他若真的铁了心 要做那等大逆不道之事 也就是违背了郡公爷 生前的教诲 无论他日后有何下场 都是他应得的 广平王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心下为他的身名大义而感动 郑重地道 老夫人放心 父皇绝不会冤枉无辜清白之人 也不会让有罪之人逃脱 这话不知说的是投靠盈王的武将 还是赵炯 张氏淡淡一笑 皇上做主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他问广平王 盈王之事 皇上想必早已有了复案吧 这个问题 广平王还真是难以回答 皇帝一直以来 对盈王这个幼帝 都是既忌惮又宽容的 忌惮是因为自己差一点 被对方抢走了储位 地位 宽容是因为他在太祖皇帝临终前 曾发誓要后代这个弟弟 绝不会伤弟弟的性命 他从小就是个规规矩矩的老师人 被所有师长教养成人人君子 结果就是做什么都束手束脚 总要考虑舆论 是否有损他人均的声明 哪怕各种迹象都表明 盈王在拉拢朝臣 心思叵测 可只要盈王没有真的公然的谋逆 皇帝就没有对付他的意思 让几个皇子与朝中大臣们 都忍不住抹了一把汗 不过 盈王要是真的做了什么 皇帝自然不会放任 顶多是不杀他 改为圈禁 也算是拳了他在先帝面前 发下的誓言 光平王作为参政最久的皇子 心里对自家父皇的脾性 可以说是再清楚不过了 但这种事他没法老实地跟张氏说 只好道 老夫人放心 父皇心里有数的 张氏点了点头 忽然抬头 盯紧了广平王的双眼 殿下 皇上若想要对付盈王 阻拦他的谋逆之举 必然要弄清楚他手下有多少追随者 你方才也说了 太子皇帝早有教诲 秀才造反 三年不成 盈王要造反 最要紧的是军队 而军队里投靠他的人 很有可能 就是郡公爷的救部 也就是说 皇上必定要先查出这些人是谁 如今皇上迟迟不肯下职 处置赵炯 夺去小掌房的爵位 莫非是想迷惑盈王与田尚书等人 让他们以为奸计得逞 那只要小掌房的赵爵 继承爵位 自会有人与他联系 到时候皇上还怕会不知道 投靠盈王的是谁吗 广平王听得有些目瞪口呆 张氏的话听起来颇有道理 可父皇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他有些拿不准了 以凤凰的性情 不像会做出这种决策来 当然 也有可能是某位重臣策划的 他须得回到京城后 才能弄清楚真相 张氏见广平王沉默不语 反而以为自己是说对了 但这种密室 不是他该过问的 便淡然一笑 殿下不说也行 老神心里有数 广平王纠结地看了他一眼 很想跟他老人家说实话 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身为人子 还是要为尊者会的 他总不能说 这种很是带了些全谋色彩的计策 不像是他那位爱惜人均名声的父皇 能做出来的事 张氏想了想 正色地对广平王道 殿下 我是父岛人家 朝廷上的事我不懂 但亲王谋逆 绝对是应该阻止的 皇上要做什么 我绝不会过问 若想借贱南侯爵位行事 我也没有二话 只是有一点 还望皇上开恩 广平王盲肃然道 老夫人请说 赵炯必须一律认罪受罚 也许会有人 说他是郡公爷的儿子 皇上应对他从轻发落 也许会有人说 他如今毅然瘫痪 也算是受了惩罚 就不必赶尽杀绝了 但这口气我献不下去 我儿子也是郡公爷的亲骨肉 凭什么白白死了 犯下大罪之人 就该受罚 广平王郑重地道 老夫人放心 父皇绝非不变是非的糊涂之人 赵炯罪名确凿 我便是证人 岂容他翻供 甚至连赵炯之子 我也可以再次向你许诺 绝不会容许他得到 贱男侯的爵位 就让他看得见 摸不着 永远都好像有望成席 却迟迟看不到旨意 我原担心这样会害伟哥遇险 但老夫人既然下了决心 宁可舍弃侯爵 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就让赵炯妻儿在京中自个儿闹去吧 等日后嬴王认罪 他们绝不会有好下场 罪名比起赵炯这世母杀地之罪 只怕还要重几分 张氏微微动容 他追问广平王 这不要紧吗 不让赵爵席爵 嬴王能满意 他会说出赵家旧物中 到底谁是他的同党 嬴王要借用的只是赵家人 在军中的威望 哪里是真心为赵爵 保绝位呢 此事争议甚大 要拖上一两年 也不是难事 赵爵一两年都洗不了爵 嬴王难道还能死等不成 赵家子孙即使没有爵位 也依然是赵老郡公的后人 军中还是认的 到时候嬴王要引诱赵爵 只需要拿剑南侯之位作儿便可 还省好多事呢 张氏冷笑 赵家子孙无论有无爵位 都是郡公爷后人 但若是罪人之子 军中却未必会认哪 我今日就把给郡公爷 救部门的信 统图写好了 立刻发出去 若收到了信 还觉得赵九是好人 执迷不悟 偏帮小掌房 甚至不惜违背 郡公爷之命 投靠姓王的 死了也是活该 他又从袖中 摸出了四封信来 放在桌面上 这四封是我连夜写好的 收信人都在京中 殿下回京 顺道替我烧过去吧 其他的 我会陆续地写好发出的 广平王看了几封信的信封一眼 发现收信人 分别是三名 敬畏统领 与另一位开国功臣的儿子 如今授封 祝国将军的 素来与赵老军公关系比较密切 若他们知道了赵炯一家人的所作所为 至少可以保证 他们不会在朝上为赵炯求情 而他们又各自拥有身后的人脉 部署无数 消息可以迅速地传开去 不愁有赵家旧部 为赵炯之子所获 做下措施 今后要清查银王同党之时 想必就不会误伤无辜了 因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之后 仍旧一条道走到黑的 不用说 也知道心里有鬼 广平王仔细地收好了这次封信 再次地起身 向张氏行礼道谢 老夫人申明大意 我必不负老夫人重托 他再一次离开 这回是要带着老婆孩子 移到回京去 皇帝下了秘址 让他视察完海防大坝之后 就尽快地赶回去 详细地禀报赵炯 市地一案的始末 他觉得自家父皇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 轻轻地放过赵炯的 但如今旨意未下 赵炯虽然是贪了 却可以住在老宅中 有人侍候 未免太过便宜了他 于是就留下了四名护卫 看守着赵炯 只允许高城一人与他接触 什么丫头婆子都不许进来 更不许他用任何的方式 离开房间 连侍候他的高城 也要被限制行动 等到圣旨下来 赵炯是死是活 自会有一个结果 赵炯平躺在床上 用眼角看着门外那四名全副武装的王府护卫 脸上煞白 全身冒冷汗 他从来没有像这一刻那么的清楚的感觉到 自己真的有可能会因为赵卓夫妇之死而送命 可他真的没有派人去凿船 他们落水不过是因为运气不好 他顶多就是见死不救罢了 张氏恨他 要置他于死地也就算了 为何连他最信任的妻子和儿子都要将这些可怕的罪名往他身上推 难道真的要心甘情愿地认命吗 他忍不住嘶吼 我是冤枉的 我没有杀他们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我是赵柱的儿子 我是建南郡公赵柱的嫡长子 是我爹保住了皇上的宝座 我是功臣之后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到最后一句 他已经连喉咙都沙哑了 可院子外头的人谁也没理他 只有一个高成 浑身颤抖着跪倒在床边 满心觉得自己已是虔诚无量 张氏听完汪四平对冬月儿最新情报的回禀 微微地冷笑了一下 并没有说什么 他转身走到东厢房 去看孙子孙女们描红 赵伟的字越发地写得好看了 就像他父亲小时候一样聪明 赵秀见祖母来了 拉着他撒娇 祖母祖母 你来瞧我写的字是不是好一点了 张氏瞧了瞧他瞧的天地人三字 微笑道 果然好些 比从前端正多了 这人字写得尤其好 赵秀心中一喜 脸上就露出笑来 他忍不住问张氏 光平王又走了吗 我好想跟他说说话的 不知道上回我给世子留的信 世子瞧见了没有 本来我还以为能再见他一面呢 谁知他没来 张氏微笑着摸了摸孙女的小脸 没事 将来总会有再见的一日 广平王一行北上 因这回皇帝有圣旨下来 命他火速回京 因此与妻儿兵分两路 广平王非带着孩子 还有一大帮侍从坐船游水路 慢慢地回京 广平王自带一对护卫和几名随从 骑快马走陆路 赶紧赶慢地 才近十月不久就回到了京城 到了京城 按说他应该是先回王府去梳洗一下 可他惦记着张氏的托付 直接就进了宫 皇帝这时候还在 乾清宫与大臣商议正事 听说儿子回来了 非常的高兴 快宣皇儿来 随口吩咐大臣们 把正在意的几件正事拿回去 商量出个章程来 再前来禀报 大臣们知道 他急着见广平王 就一礼纷纷告退了 读那田尚书 转了转眼珠子 出门后 给守在外头的一个小黄门 使了个眼色 然后走到僻井处 等那小黄门悄悄跟上来 便如此这般 吩咐了一通 广平王对此一无所知 他风尘仆仆地进了乾清宫 拜倒在皇帝的座前 先行了大礼 皇帝正想儿子呢 见他面有眷色 顿时心疼 这一路辛苦了 可吃好睡好了 怎的瞧着瘦了许多 光平王微笑道 让父皇担忧了 二臣身在江南 心系父皇母后与母妃 日思夜想 茶饭不思 因此消瘦了些 皇帝听说儿子 是想自己享受了 更加心疼 你这傻孩子 这样叫父皇如何放心得下 你也是做爹的人了 成家立业的 整天惦记着父母 算什么事呀 话虽如此 但见儿子孝顺 他还是很开心的 忙让儿子坐下 然后拉着对方的手 问起这一路上的饮食起居 孙子的身体也要问几句 最后才问起上海的海坝工程 完成的如何 光平王详细做了回答 一边回答 一边小心观察父亲的表情 发现他虽然下旨急召自己回京 但好像不怎么着急 想知道赵家案子的真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索性在说完了巡视过程后 直接转入了去奉献探望张氏的经历 赵老夫人容色憔悴 看起来整个人就像老了二十岁 丧子之痛为时打击太大了 若不是还有孙子孙女要照看 他老人家只怕已经垮了 如今他仿佛惊弓之鸟般 直到赵炯与他同住一宅 连院门都不许两个孩子出 也不许外头的人随意地进来 茶水饭菜聚在院中主食 他还亲笔写了一份奏本 让儿臣面成父皇 说吧 就从怀中将张氏所写的奏本 掏了出来 恭敬丞上 皇帝正正地看着那深蓝素筹面的奏本 半晌 他悠悠地叹了口气 哎 有时候 真真的希望自己不是皇帝 就用不着处理这样令人为难的事了 说着 接过了奏本 翻开看起来 我再来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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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